大家好,天气越来越冷了 炖一锅菌菇排骨汤 为家里的老人和孩子补补身体 大家切记千万不要直接下锅炖 教你饭店常有技巧 保证你炖出来的排骨汤 汤汁鲜美 肉汁软烂,不腥也不柴 上桌连喝三大碗都不过瘾 做法也非常的简单 下面我们跟着视频看一下是怎么做的吧 刚去市场上花了30块钱 买了两斤的排骨 大家看一下 真的是太贵了 把排骨倒在一个大碗盆中 然后往里面加入一勺普通面粉 加入少许的长江水 下手给它抓一抓 因为面粉的吸附力很好 可以吸附排骨表面的灰尘 脏东西和血水 这个排骨在运输的过程中 表面会粘附着许多的脏东西 所以我们在吃之前 一定要给它清洗干净哦 就像这样用手不停地给它抓拌 抓的时候尽量小心一点 千万不要被骨头抓到手了 大约抓个两分钟左右 手上感觉有点黏黏的 像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再给它放到流动的清水下面 清洗干净 洗的时候尽量给它多清洗两边哦 如果时间充足的话 放在这里再给它浸泡一个小时 这样我们炖出来的排骨汤 喝起来一点都不腥哦 排骨清洗干净之后 然后用个罩里给它捞出控水 再将洗干净的排骨 给它倒在一个大点的锅中 加入适量的长姜水 再加入适量的葱姜 少许的料酒去香增兴 然后开小火 慢慢地给它焯一下水 大家切记 我们在给排骨焯水的时候 一定要冷水下锅给它焯水 开小火慢慢地给它焯 这样可以彻底地 把排骨里面的血水和脏东西 全部都给它焯出来 这样我们炖出来的排骨汤 喝起来就不腥了 而且非常的鲜美 水开之后 用个勺子 把上面的浮沫给它打去 不要 这个浮沫就是排骨里面的血沫 也就是排骨汤腥味的主要来源 所以我们一定要给它撇除干净哦 好了 我们的排骨焯水焯好了 然后用个罩里给它捞出来控水 再放到流动的清水下面 给它清洗干净 把上面的骨头渣和浮沫 全部都给它清洗掉 排骨清洗干净之后 给它倒在一个炖锅中 或者是砂锅都可以的 加入适量的开水 很多朋友做到这一步的时候 都是放油锅里面 把排骨给它炒一下 把排骨炒一下 那样炖出来的排骨 特别的油腻 不好喝 最简单 营养的做法 就是直接往里面加入开水 加入两片生姜 一个葱节 一个白纸片 去香增兴 其他大料都不需要加了 像这样就可以 然后盖上盖子 大火烧开 转小火慢炖40分钟 利用这个时间 准备适量的卷汤包 打开之后 倒在一个大点的碗中 先把里面的枸杞 给它拿出来 放一旁备用 大家看一下 这里面全是营养膏的菌类呀 先加入适量的清水 给它清洗一下 洗去表面的灰尘和杂质 洗好之后 给它捞出来 把这个水给它倒掉 不要 清洗干净之后 往里面倒入适量的开水 给它泡一下 泡至回软 先把里面的营养 给它激发出来 放一旁 给它浸泡20分钟 等我们的排骨汤 炖至20分钟之后 然后打开盖子 哇 大家看一下 这个时候的汤汁 现在已经变得非常浓白了 可想而知 炖到最后 这个汤有多白了 这个时候 倒入我们泡好的菌菇 连水一块给它倒进来 因为这个营养 都在这个水里面 先加入少许的食用盐 给它入个底味 再用勺子 给它搅拌一下 继续炖 好 时间到 我们打开盖子看一下 哇 这个汤真的是满屋飘香啊 看一下这个颜色 非常的漂亮 金黄金黄的 夹一块排骨 让大家看一下 特别的软烂 用筷子轻轻的一碰就掉了 像这样就说明可以了 下面我们给它调一下味 加入少许的食用盐 一勺鸡精 再来适量的胡椒粉 去香增兴 然后用勺子给它搅拌均匀 其他料都不需要加了 我们喝排骨汤 就要喝原汁原味的 看一下 非常的漂亮啊 这个时候 放入我们提前烹好的枸杞 增加营养 适量的蒜苗点缀一下 再来少许的香菜 好了 像这样一锅非常好喝 又有营养的 菌菇排骨汤就制作完成了 端上桌就可以给家人 美美的享用了 我们用这种方法 炖出来的菌菇排骨汤 汤汁非常的鲜美 肉质软烂 不腥也不柴 里面聚集了七种菌菇的精华 营养真的是太丰富了 天气越来越冷了 家里面有老人孩子的 一定要常喝这款汤 因为它营养丰富 好喝又自补 喜欢的朋友可以收藏起来 有时间做给家人尝尝吧 天冷来上一锅 暖心又暖胃 即使家里面来客人了 来上一锅这样的菌菇排骨汤 也是超有面子哦 上桌全家矿泥是大厨 连汤汁都不剩 大家只要牢记这个方法 保证你炖出来的排骨汤 汤汁鲜美 肉质软烂 不腥也不柴 好了 今天的美食就飞到这里了 大家若感觉我的视频 对你有所帮助的话 麻烦动动您发现的小手 帮忙频率转发支持一下吧 非常感谢您的观看与支持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大家好 今天给家人做了一锅 非常好喝又营养的酸辣汤 汤鲜味又美 食材丰富 营养又健康 尤其是这个寒冷的冬天 来上一碗这样的酸辣汤 真的是暖心又难胃啊 大人小孩都特别喜欢喝 上桌连汤汁都不剩 其实方法非常简单 下面我们跟着视频看一下是怎么做的吧 首先我们准备一根黄瓜 洗干净之后 改刀切成薄薄的厚片 然后再切成细丝 黄瓜丝切好之后 装入盘中备用 再准备两朵洗干净的香菇 弄干水分 先改刀给它切成薄片 接着也把它切成细丝 香菇切好之后 也装入盘中备用 金针菇一把 洗干净之后 用刀把根木给它切去 不要 然后再给它切成 两指框的小对 接着再用手 把它抖散 好了 金针菇切好之后 先装在另外一个盘中备用 下面再准备一把 提前泡发好的黑木耳 也给它切成细丝 木耳朵切好之后 装入盘中备用 下面我们再准备 两毛钱的老豆腐 放在案板上面 先切成薄薄的厚片 再马放整齐 切成细丝 豆腐丝切好之后 也给它装入盘中备用 下面再准备一把 不要钱的香菜 改刀给它切成小对 切好之后 装入小碗中备用 最后再准备一只 漂亮的小碗 向里面打入两颗 正宗的母鸡蛋 用筷子充分搅拌均匀 放一旁备用 接下来我们准备一个铸铁锅 加入适量的清水 水的量可以根据 家里人口的多少来添加 盖上盖子大火烧开 水开之后 往里面加入一勺食用盐 适量的胡椒粉 喜欢喝辣一点的话 我们就多放一点胡椒粉 少许的浓缩鸡汁 先点入少许的香醋 接着分少量多次 往里面倒入适量的淀粉水 给它勾个薄芡 好了大家看一下 这个芡盆水不需要勾得太浓 有一点细细的就可以了 然后再从高处把我们打好的鸡蛋液 给它均匀的淋到里面 烧开之后 用个勺子 稍微给它摇起来 看一下这个蛋花 非常的漂亮 这个时候 把我们准备好的所有的配菜 全部都给它下进来 还有我们的金针菇 也给它放进来 放进来之后 煮个一分钟 加入少许的生抽 给它提个味 一分钟之后 烧至大开 先往锅里面 淋入适量的香醋 散入我们提前准备好的香菜 淋入适量的小冒香油 哇 一锅非常好喝 又有饮饿的酸辣汤 就制作完成了 哇 真的是色鲜味俱全呀 看着就让人口水直流 打好的酸辣汤 我们给它倒在一个 漂亮的大碗里面 最后上面再撒少许的葱花 点缀一下 大饭桌就可以给家人 美美的享用了 大家看一下 我们这个酸辣汤 做的怎么样 颜色非常的漂亮 汤鲜味美 酸辣又开胃 里面加入了各种食材 营养搭配 也是非常的全面 大人小孩都特别喜欢喝 尤其是在这个寒冷的冬天 来上一碗这样的酸辣汤 真的是浑身上下暖乎乎呀 每次做一大锅都不够喝的 大人小孩都会抢着喝 上桌连汤汁都不剩 营养又开胃 做法又简单 看一下这个淡化 非常的漂亮 喝上一口 丝丝滑滑的 特别的润口 特别的暖胃 好了 今天给大家分享 酸辣汤的做法就到这里啦 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关注点赞 留言转发哟 刚去菜市场花了35块钱 买了一只老母鸡 大家说划算吗 炖鸡汤的时候 我们最好选择这种老母鸡 用老母鸡炖出来的鸡汤 不仅好喝 而且又营养 这个鸡 买回来之后 让老板已经帮我提前处理好了 首先我们把买回来的鸡肉 放在一个大点的盆中 往里面加入适量的面粉 因为面粉的吸附力很好 可以吸附鸡肉里面的血水 脏东西和杂质 然后用我干净的小手 下手给它抓拌均匀 抓的时候 尽量给它多抓拌一会儿 抓个两分钟左右 手上感觉有点黏黏的 像这样就说明可以了 然后拿到流动的清水下面 给它清洗干净 洗的时候尽量给它多清洗凉面 洗好之后给它捞出来 鸡肉洗干净之后 我们给它放入一个漏框中 控水备用 利用这个时间 我们准备点小料 大葱一个 改刀切成马蹄状 再准备一把大蒜子 再切成薄薄的厚片 生姜适量 小料全部切好之后 装入一个盘中备用 接下来进锅上火 倒入适量的食用油 把准备好的小料 小料变香之后 倒入我们的鸡块 很多朋友说到这一步的时候 都是直接上锅炖 其实那样是不对的 我们把鸡肉放锅里面给它炒一下 这样炖菜的鸡肉吃出来更香 更加的鲜嫩不柴 而且烫度就非常的浓白 然后我用鸡肉快速给它翻炒均匀 这样也能够能吸下鸡肉里面的营养 最后我们就把鸡肉里面的水分给它炒走 把鸡肉炒至表面颜色微微半黄 这个段階就可以了 然后关火 再把它倒在提前准备好的电锅里面 把水提前给它烧开 如果家里面调煎好的话 就放上锅里面也可以的 大家切记炖鸡汤的时候 千万不要焯水 如果给鸡肉焯水的话 那样营养都被流失了 这样我们再喝鸡汤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然后往里面加入两小堆党规 一个白纸片去腥增香 一把红枣增加营养 其他的大料都不需要加了 这样炖出来的鸡汤原汁原味 好喝又滋补 然后盖上盖子 大火烧开之后转小火慢炖40分钟 好 时间到 我们打开盖子看一下 哇 真的是满无飘香啊 大家看一下这个汤 特别的浓白 颜色金黄诱人啊 非常的漂亮 这个时候的鸡肉炖的也已经非常的软烂了 这个状态就可以了 接下来我们给它调一下味 根据个人口味 加入适量的食用盐 适量的胡椒粉去腥增香 再来少许的鸡精 加入我们提前包好的口齐 增加营养 用勺子充分搅拌均匀 使所有的调料化开 盖上盖子再给它炖个两到三分钟 这样使其入味 然后再盖上盖子 小火慢炖三分钟 这样可以让我们的鸡肉更加的入味好吃 好 时间到打开盖子 哇 真的是太香了 上桌之前 上面再撒入适量的香菜炖和酒黄丁 单上桌就可以给家人美美的享用了 好了 像这样一锅 好喝营养又滋补的老母鸡汤就制作完成了 单上桌就可以给家人美美的享用了 大家看一下 颜色金黄又人 看着就让人口水直流啊 大家看一下里面的汤汁 特别的浓白 味道非常的鲜美 而且鸡肉吃起来内滑不腥也不柴 特别的软烂入味啊 每次老母鸡汤这样做 上桌全家老少都爱喝 连汤汁都不剩 学会了这个做法 过年回家露一手 过年过街的时候 来上一锅这样的老母鸡汤 真的是超有面子 超有营养 保证全家人夸你是大厨 尤其是在这个特殊时期 羊看的朋友 一定要多喝这个老母鸡汤 对党身 这样好喝营养又滋补 喝上一碗真的是难心又难胃啊 好了 今天给大家分享 对鸡汤的小绝招就到这里了 大家都学会了吗 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关注点赞留言转发哟 非常感谢你的观看与支持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大家好 夏天我们一定要多给家人喝这道鸽子汤 有句俗话说的好 一鸽顶酒鸡 可想而知 它的营养有多丰富了 大家切记炖鸽子汤时 千万不要直接下锅炖 只需多加一步 保证你炖出来的鸽子汤 肉质软烂不腥 汤鲜味又美 营养丰富 做法又简单 下面我们跟着视频看一下是怎么做的吧 首先我们准备20块钱一只的鸽子 让老板提前给我处理干净 然后放在案板上面 用一把剪刀 把指甲给它修一下 再把鸽子的屁股给它剪去 不要 鸽子头我们也给它去掉 不要 如果喜欢吃的话也可以留着 处理好之后 然后我们给它大馅八块 馅掉之后 然后再给它剁成小块 鸽子剁好之后 放到冷水锅里面给它焯一下水 加入适量的葱姜 还有少许的料酒去腥 然后开小火慢焯 把里面的脏东西给它焯出来 水开之后 用个漏勺 把上面的浮沫给它打去不要 大家切记 我们在给鸽子焯水的时候 时间千万不要过长 稍微给它焯一下就可以了 然后用个烙勺给它捞出来 控水备用 下面再准备一口砂锅 或者是饱汤锅都可以的 把处理好的鸽子给它放进来 加入三个姜片 一个葱姐 盐和大料我们都不需要加了 盖上盖子 大火烧开之后 转小火慢煲40分钟 这样能彻底的把鸽子里面的营养 给它激发出来 趁这个时间 我们准备一点这个菌汤包 先把枸杞给它剪出来 加入少许的清水 淘洗一下 洗去表面的灰尘和杂质 接着再把它捞出来 控水 洗干净之后 倒入100度的开水 给它泡一下 泡至回软 30分钟之后 打开盖子看一下 大家看一下 这个时候的鸽子汤 已经变得开始浓白了 非常的漂亮 鸽子肉也变得非常的软烂了 用筷子轻轻的一碰就能掉 像这样就可以了 接着再把我们泡好的这个菌汤包 给它放进来 水也不要倒掉 一块给它倒进来 这样会更加的有营养 加进来之后 往里面加入少许的食用盐 盖上盖子 再炖10分钟 10分钟之后 打开盖子看一下 哇 真的是满屋飘香啊 大家看一下这个颜色 非常的漂亮 金黄优人呀 好了 像这个状态就可以了 下面我们给它调一下味 加入少许的鸡精 适量的胡椒粉 不喜欢的话也可以不放 然后放上我们提前泡好的枸杞 用勺子给它搅拌一下 这样一锅非常好喝 美味又营养的鸽子汤 就制作完成了 然后我们给它关火 盛出来装盘 放在一个漂亮的大碗里面 再撒少许的松花点缀一下 翻上桌就可以给家人 美美的享用了 大家看一下 这样炖出来的鸽子汤 你喜欢喝吗 颜色不仅好看 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哦 里面的鸽子肉 吃起来非常的软烂脱骨 骨腥也不柴 汤汁喝起来也非常的鲜美 里面聚集了九种菌菇的精华 喝上一口 真的是人间美味呀 每次这样炖的鸽子汤 大人小孩都特别喜欢喝 上桌连汤汁都不剩 学会了这个炖制鸽子汤的方法 无论是自己喝 还是招待客人都是超有面子哦 好了 今天给大家分享炖鸽子汤的小技巧就到这里了 非常感谢你的观看支持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